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今天和大家说点经济 或者是从经济来说到价值观 这两天应该最大的新闻就是 美国的白宫出台了一个经济层面的策略 就是所有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医药企业 制药公司的全部要撤回美国 然后尤其是比如什么药水,消毒水,抗生素 这种基础型的制药公司 过去他们都是在中国有工厂 然后向全世界销售 技术肯定是美国人的 但是它的生产厂,工厂,代工厂在中国 所以美国过去也有很多人说 但是就不引起重视 这会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形势 就引起了重视了 所以美国的高层决赛层终于痛下决心 让美国的那些制药公司全速撤回美国 美国要形成自解的一个医药产业的供应链 不要依赖于任何人 尤其是不要依赖于中国 所以这个决策出现以后 中国国内的这个A股 这个所有的医药板块 就是全线垮落,断崖式的垮落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我就想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做一些深度的分析 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看上去为什么这么小清新呢 真的,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态势 过去的很多年,大概三四十年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所谓的崛起啊 所谓的厉害的我的国 发横财的这么三四十年 就是西方社会小清新的三四十年 就是西方社会天真的几十年 喊都喊不行 其实在美国每年都有一些 这个说话非常尖锐的这个批评家 在提醒美国的角色上 不管是议会还是政府啊 还是法院都在提醒他们 不要过度的依赖于中国 我此前也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 不要有一种对中国的路径依赖 这样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 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欧洲就更是如此了 今天欧洲离开的中国是没法活 所以你看那个从德国到法国 即使到今天为止 他们对中国的警惕性依然不高 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说过一句话 这个人类社会你去看看 凡是没有人烟的地方 就非常的干净 你如果有兴趣开着自己的车 开着自己的越野车 你只要有能力有勇气 你去到那些无人区 去到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 比如说你从一个大城市出发 你顺着向到山里面走 你只要是跨过了郊区 进入山区 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景色 其实是蛮好的 这就意味着一个很重大的事实 有人的地方 这个地球就变得很脏 那同样的道理 有中国人在的地方 这个世界就变得很毒 所以这些年西方社会 对中国它养成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市场的路径一 无法摆脱 围绕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观点 比如说像我们有信仰的人 读圣经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叫做信和不信 但是不能同乎一恶 也就是说你一个有上帝信仰的人群 和一个没有上帝信仰的人群 你不能同时在一起做事情 因为你的价值观完全是撕裂的 是敌对状态 你不要做事情 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家 叫做亨廷顿也写过 这个世界的冲突 它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 其实这个话 你仔细分析起来 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也是从圣经来的 所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的源头 都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文明之间它是冲突 而不是合作呢 因为文明之间它主要的表征 就是有的人相信上帝 有的人活在保守主义 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的民情秩序之下 而有的人是敌基督 是迫害圣经 烧十字架 这么两种人群 你怎么可以在一起做生意呢 你怎么可以在一起 形成所谓的合作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思想家 叫哈耶克 他就讲 他说这个世界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 其实他的意思跟亨廷顿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 都是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一点灵感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表述这样一个事实 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伏一恶 信仰上帝的人和不信仰上帝的人不能在一起做事情 不能在一起合作 这是一个真理 这也是一个常识 所以亨廷顿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什么文明的冲突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哈耶克是一个灰格党人 人家问他是一个什么身份 是个什么传统 他说我是一个老灰格党人 这个英国的灰格党人的传统 就是典范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传统 那是以圣经为根据为难本的 所以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 其实也是圣经里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重新的表述 或者说一个哈耶克式的一个解释 这种事情说的特别多 但是人总是就是 顺从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 人总是小清新 所以我们这些年看了太多的小清新了 美国美国的最大的小清新 就是太相信中国 从这个克林顿政府开始 老以为美国的价值观 老以为美国的这个 哪一套这个制度框架 能够最终通过市场的合作 能够改变中国 到今天为止绝对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拍在这个克林顿这样的政客身上 一点用都没有 中国人土共他有了钱以后 他是拿着钱他不是去做好事情 他是作恶 而且有了钱以后他就作恶的水平更高 然后他反过来还要吃掉你 这不就是今天美国的现实吗 这个所以美国这些年就养虎为患 用中国人的话说啊 就是养虎为患 养大了这么一个这个巨无霸的敌人 现在美国必须要搞定这个敌人 那个没那么简单 老虎一旦长大 他就构成对你的杀伤力 这就是美国人的小倾心啊 而且这个美国这些年不仅仅只有克林顿 历届的总统从小布什开始啊 也是一模一样 小布什参加这个中国的2008年的奥运会啊 然后坐上一溜的美国政客来到中国啊 享受中国人的红地毯式的结代 然后在中国赚这种黑心钱 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也是做这种事情 已经完全无法摆脱对中共的路径依赖市场依赖 到了奥巴马时期也是一模一样啊 虽然奥巴马这个人呢 他对这个共产主义他是比较警惕的啊 但是他还是架不住对这个啊 中共的这种这个利益的一种诱惑啊 还是抱着一种小倾心的姿态 在跟中共做生意啊 搞得今天这个现实 一直到这个川普这个上了当上了总统以后 这种态势依然还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改变 所以我就想想虽然我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你想想你为什么要跟中共要非老鼻子劲 要签一个所谓的贸易的框架的协议呢 他有什么用呢 中共这个人说话标点符号都是谎言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 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社会现实啊 世界格局啊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予了这个川普总统 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不是要跟中共要勾兑吗 要合作吗 你不是要想在中共继续赚钱吗 结果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美国也被拖下水搞得是焦头难额 现在正好终于醒过来了 你连自己的基础医药的产业都不在自己国家 都依赖中国 中国这种国家你能信他半句话吗 而且我昨天看了这个川普的一个讲话 一个面对全国的一个电视讲话 居然在里面还有说还相信中共释放出来的信息 说这个中共的疫情正在好转韩国也还在好转之中 所以正在考虑什么时候撤销对中共对中国和对中国的限制 韩国的信息绝对是透明的真实的可靠的没有问题 人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中共的信息你也敢信 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尊敬的啊川普总统啊 我们说他是一个战士说的是一个约束牙式的战士啊 我曾经在推特上这么说过 他是一个约束牙式的战士 他是刚强壮胆勇往直前呢 是这样的一个勇士啊 是上帝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 依然摆无法摆脱对中共的依赖 依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一种小清心啊 过于相信中共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啊 今天的美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看欧洲 那欧洲对中共的这个路级依赖就更严重啊 这个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 德国基本上离开了中国就不能活啊 你就看中德国的汽车在中国大陆的占有 市场占有率啊大众宝马奔驰 哎呦天都是离开了中国他们公司马上就要就要歇菜 你看法国也是啊离开了中国不能活 还有很多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是把中国当成一个财神言 给供着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富一额不能 而且欧洲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非法难民的问题 这也是欧洲人的小清心啊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叫做训良如歌 是的我们一定要温柔善良 我们一定要谦卑要像鸽子一样的啊给人带来和平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另外一句话你别忘了 你要宁巧相舌啊 这个你不要做农夫不要重复这个农夫和舌的故事啊 你要宁巧你不要被这些流氓欺负 今天欧洲那些这个看上去政治极其正确的人 抱着一个小小清心的姿态 他就是处在一个被中共捏住了欺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历史正在挥起重重的鞭子抽打这些人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西方人啊 尤其是欧美社会的人在中国人眼里看来怎么就那么傻呢啊 啊感觉中国人特别聪明其实中国人不是聪明 中国人是做事情他没有底线 他没有原则他无恶不做 而西方人做事情他有一颗爱心他有底线啊 他是一个文明的尺度他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样的两种人啊这样的信上帝不信上帝的人 你怎么可以在一起做生意呢 但是今天的西方人被一种错误的一种学术解释 一种思想去给交傻了 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 你说西方人今天有点小清心有点傻 这个话并不为过啊 就是今天我们看看 尤其是我是学经济学的 经济学它要分工分工它要抄边际 那抄边际首先要超越国家的边际 那超越国家的边际就一定要全球化 所以经济学的假想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全球化的 全球化的一个市场的共同体 然后就以为可以做生意 可是你要知道国家和国家之间 它最终的分歧它表现在观念 而观念的最终的分歧它表现为信仰 当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在烧圣经拆尸子架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你欧洲这样的一个基督教传统的 这么一个地方你美国一个你的美元都写着是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这么一个国家 怎么可以和中国做生意呢 你怎么就忘记了你的这个价值观呢 忘记了你的信仰 忘记你的传统呢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的西方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接下来要分析的三个原因 我告诉你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性呢 从一开始它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一种伪善 就是装善良装好人 我们说人性是有限的 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有限有罪的状态 你不要装好人要诚实 在善良的问题上更重要的问题是诚实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桃花源不是一个理想国 不是一个地上天国 这个世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信和不信的人共处一个地球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观念打败观念的这么一个世界 所以你不能够伪善 你不能够高估自己的一种善良能力 你这是在撒谎不仅是对自己撒谎 而且是对上帝撒谎 你要诚实的坦诚的承认你 你就是一个有限的人 你不要高估自己的伦理的能力 中国就是一个伪善的社会 尤其是儒家传统 人以理智性 这个君子王化 各个都有自己德性高脉 德高赵人 这就叫伪善 我告诉你西方人也是如此 犹太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伪善 以至于他们伪善到什么程度 他们看不惯耶稣的诚实和直接 所以他们要把他杀死 所以在圣经里面 耶稣说的最难听的话 就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 这是说的最坑枪有力 也是最难听的 禁似于诅咒的话 就是送给这些伪善的人 而且人类社会的第一原罪 我告诉你就是伪善 挥之不弃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和一样我也一样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一个叫做短视 非常的短视 人因为就能活这么多年 圣经讲说一个人70岁就不错了 若是身体强壮 可以到巴士 于是便如飞而去 那人80岁就是脑子 不能再老的人 所以我们做事情 从来都是什么呀 都是短视 从来不考虑长久的目光 企业他只考虑当年的利益 国家只考虑他自己 是不是在在任的时候 能够获得选民的欢心 那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短视了 就死后是哪怕是什么洪水滔天 真的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短视的状态 而且今天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科学就是致于短视的 我这个经济学有一个流派叫功力主义流派 所以就从边琴开始的 就是一个把这个世界数学化 然后格式化 然后功力主义化实用主义化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用学 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做事都非常的短 是不考虑很远 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习近平 他只管他的这个哪盘子的 共产党 只管他们自己有没有强花 有没有这个可有能力在外面大洒币 有没有自己能够这个当皇帝 继续这个以党独裁 他不考虑中国人的死活的 他也不考虑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最不考虑 中国的未来的前途的就是共产党 反而是那些知识分子 一天都把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所以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他就是个极其短视的 这么一个党派 这共产党下面的这个政府 他就是极其短视的政府 那西方社会也是一样的呀 有人的地方就有罪 美国的总统他也是短视的 尤其是民主党的那帮这个 那帮人他们更短视 共和党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一丢丢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他也处在一个非常短视的状态 所以你看我们人做事情是这样子的 年轻的时候啊 进入青春期了 我们的人生最大的理想目标 终极目标就是能够泡到妞儿 就是讨一个姑娘的欢心 你说是不是这样啊 然后年纪大了 那到了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就感觉到这个挣钱那太重要了 没有钱这个没法活啊 中国有句话就是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 所以人生就以前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这也是短视啊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 到了这个60岁就开始想到什么呢 就是名利名利啊 名是放在前面的呀 所以人到了60多岁退休了以后 通常你即便是个再不咋地的人 他也想写一个回录啊 他也想动笔写点东西 把自己的一生记下来 为什么呀 他流民 亲史流民 可是人类的历史 它也是一个短期的东西 而且历史是人写的呀 人写的东西就主观偏好 所以它也是一种短视 无论是对知名度的渴望 还是对利益钱财的渴望 它都是短视 每个人都如此 所以为什么圣经能把人怀疑的 就是没地方可占呢 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也没有 所有人都有罪 你说是不是所有人都短视 你说是不是这个 所有人都是伪善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西方社会 它为什么看上去比较幼稚呢 所以第三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除了伪善 除了这个短视以外 它还是一种政治正确 搞得是非常的自以为是 所以呢 这个自以为是 就成为一个人性的 一个挥之不去的特点 就是叫做理性自负 我没说理性自负的话 你其实你想想 哈耶克早就写过一本书 而且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 叫致命的自负 你要理解这句话 那可不容易了 什么叫理性的自负啊 理性这个词 这是从古希腊哲学 从柏拉图开始 就开始提出这个词 人类社会 一直就这个词 就是思想史 是一部豪凡的历史 都在思考 什么是理性 到了这个中世纪以后 然后理性 希腊哲学的理性 和这个西伯来传统信仰 又整合在一起 又构成一个崭新的 一个理性的范式 完了以后 康德又写着 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你想想吧 然后一直这么过来 到了这个哈耶克 又提出一个致命的自负 理性自负 那其实有一个经济学 叫司马赫 他是一个这个美国人 但是他是个中国科学的院士 他就终于就是想出了一个词 有限理性 就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就想就建造了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人类的理性呢 经常是约过自己的边界 这个约无记里面讲啊 他说你狂傲的浪啊 到岸边为止 就是你大海 你的水啊 你波涛汹涌 那你必须在岸边就为止了啊 你不能够 你的狂傲的不能 不能够涌上这个 岸上面呢 因为你水一到了岸上 就是构成的一个灾害 那个人类的理性就好比这个 大海里面的狂傲的啊 三米高的或者三十米高的波浪 非常的傲慢 非常的自伏 所以人类社会的这个啊 理性自伏到今天为止 已经是极大成啊 今天是人类社会理性最自伏的时代 从互联网到科学家 到大学的知识分子 越有知识的人越自伏啊 反而是没有怎么知识的人 他不理性自伏啊 所以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三大困境 一个是伪善 第二个是短视 第三是理性自伏 为什么西方人看上去总是那么傻呢 因为他们低谷的魔鬼的凶残啊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传统 所以好在这个美国啊 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啊 还是有点想法的 终于想起了这个圣经里的话 你要宁巧相舌 你要刚强壮胆啊 你不要惧怕 终于有点仇敌意识 有点这个战斗意识了 终于有一点这个 啊灵巧相舌的意识了 否则这个西方人如果任由中共所打的话 西方就完了 美国一完的话 这个世界真的比地狱还不如 所以我们这些这个读圣经的人 我们这些啊看热闹的人一定要看门道啊 就外行看热闹 那内行是看门道 那西方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那么看上去比较比较傻 比较小清新 你说起来就复杂了 它是个传统的原因 是说明西方人在这个时代 已经背离了他们的传统 背离了他们的上帝信仰 所以美国人川普他为什么任何时候说话 他总是两句话啊 这个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保佑美国 一定会说这样的话的 谢谢大家